有很多蓝友都是从养下坡兰花开始练手养兰花的 那是因为下坡兰花比较好养货 所以 下坡兰花成了大部分养兰新手的市首草 那么购买兰草时 怎么判断兰花是下坡兰花还是温氏大鹏的兰花呢 接下来 新疆火凤凰就跟大家聊聊 下坡兰花和温氏大鹏兰花的区别 觉得火凤凰说的对的 请加关注并长按点赞三秒 觉得有用就收藏转发吧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吧 下山兰花与温氏大鹏兰花的区别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 要看兰花的夜行 刚下坡的兰花也叫生草 温氏大鹏兰花 兰花也就是属草 从夜行上看完全不同 下坡兰花有一种山野气息 草型粗犷 野气 老草长得很长 由于在野外生长 难免有虫害 大部分都存在叶片蚕丝不全 有虫野 受风吹鱼鳞 叶片肌部比较脏 但温氏大鹏兰花 生长环境好 管理好 所以叶片显得形态柔美飘逸 草型秀气挺拔 叶面光洁无损伤 第二要看角叶 也叫叶佳 刚下坡的兰花 历经山野的风霜雨雪 大多数老苗的叶家 干枯凌乱 长短不一 而温氏大棚里的兰花 由于栽培环境优越 温氏度适宜 角叶大多保存完好 即使一枯萎的角叶 也是长短大小相差无几 形态整齐而不乱 第三要看叶片颜色 长在向阳处的下山蓝 叶色苍老偏黄 叶质粗糙厚硬 长在阴谷处的下山草 叶片瘦长软弱 叶质较薄 叶色深绿 有的叶面还长有青苔 而温氏大棚兰花 由于水肥充足 叶质细润 叶面光洁 叶色油绿肥厚 第四要看兰根 下山蓝生长于深山老林 荒山野岭 根系凌乱 根弯弯曲曲 表面往往凹凸不平 苍净老气 多数根横向生长 断根比较多 温氏大棚兰花 经过长期栽培 根系粗壮 心根圆润 根比较长 全部都是向下生长的 以上就是下坡兰花 和温氏大棚兰花 最大的区别 尤其是看叶片和根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大家网购兰花 看根兰叶片 就能大体判断出来 再加上兰叶片 就能看得八九不离十 感谢兰友们 对火凤凰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大家积极评论 大家一起学习养兰 一起进步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